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时一年多的规划设计还有建制 咸安国小中央厨房日前举行落成典礼 现场贵宾云集共同剪彩 典礼中有天正堂的省师团表演 还有学生们手持标语共襄盛举 学校的活动除了让我们感觉到 整个金门充满活力 整个金门充满希望之外 同时也跟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肩膀上所承担的责任有多重 因为每一个学生都是我们肩膀上的责任 希望让他能够越来越好 不管是在学习 在校园环境 乃至于在今天的这个中央厨房的共餐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一个营养供给 那么特别感谢教育部在这一个有关中央厨房的这一个部分给我们大力的协助 真的是很不容易 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好好的感谢我们县府团队县长的支持 以及我们学校的团队的配合 中央厨房在全国 其实我们推动了123所的新扩建 其中新建有39所 我们基本占了两所 教育部国教署其实感念 天乡学校因为人数少 所以在资产的采购以及人员的聘请上其实有诸多的困难 因此我们推动中央厨房以及联合采购的方式 让采购能够具有规模 让小型学校能够让中央厨房来公餐 其实可以减少很多的行政的负荷 所以我们不管在应急建设 或者是人力 或者是运输车辆 运输资产的补助等等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孩子缴交的午餐费 都能够回到室台上 贤安国小中央厨房的屋顶 是以金门的马背造型意向显现 整体外观颜色非常的活泼 校长也表示 厨房空间设置分区管控 防止交叉感染 特别在二楼设置一间的烘焙室 为来让学生能够亲自的动手做小点心 真正认识食材的来源 希望他们能够洗食爱护 提升饮食文化的素养 还有礼节